小巷子并不长 怀尸走了两分钟就到头了 但他好像被人截住了 一只苍白的手毫无征兆地从他身后伸出 按住了他的肩膀 怀尸错愕回头 便看到了助力在角落阴影中的女孩儿 穿着白裙 长发如黑色的水那样从尖头洒下 还戴着一个口罩 好像在找人帮忙 抱歉 怀尸有些不好意思 刚刚没看到你 确实 他也藏得太好了吧 怀尸自己也吓了一跳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怀尸问 好像第一次被人问这种问题一样 那个女孩儿愣了一下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 好像看着一个傻子 然后 他忽然问道 我漂亮吗 忽然这么问 怀尸端详着他 思考起来 看上去身材蛮不错的 可戴着口罩 很难说 可很快 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不对 瞇起眼睛 低头看向怀尸的胸口 然后看到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衣服上的淡淡灰迹 是一把小小的琵琶 女孩儿皱起眉头 很快 反应过来 微微躬身说打扰了 转身离去 呃 等一下 怀尸喊住了他 女孩儿转过身 看着他的眼神冷漠又疑惑 怀尸被那种眼神看着 也有点尴尬起来 吭吃了半天之后 叹息一声 虽然第一次见面就这么直接不好 但你已经问了 我也有些忍不住 他伸手 指向了他的额角 干性皮肤不能用这种粉底的 都要暴斗了 得益于某个牛郎一哥的教导和尔如目染 如今的怀尸对这一套贼溜 语气也因此而痛惜了起来 你的肤质真的很好 太可惜了 你的护肤究竟是怎么做的 那个女孩儿好像惊呆了 愣在了原地 只有怀尸还在继续传授经验 有空的话 回头你试试MKII的精华怎么样 不知道这里能不能买到 不过你这种肤质洗脸是不能洗太勤 以后要注意一些 说着说着 他忽然后退了一步 仔细地从头到尾地 端详着面前错愕地少女 最后 视线落在他的脸上 皱起眉头 总觉得哪里不太对 被那种苛刻的视线看着 女孩儿不知道为什么 下意识地想要躲闪 想要将面孔藏在阴影中 想要转身离开 站住别动 怀尸的语气认真起来 紧接着 冰冷的刀光从他的手中迸发而出 踏前 一闪而过 原本长得有点过分的刘海就瞬间短了一截 再停在了眉毛的上面 露出了一双有些惊慌的大眼睛 紧接着 怀尸的动作麻利无比地扫过 左一下 右一下 然后修整了一下 齐活儿了 他后退了一步 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 挥手散去刀光 这样才对吗 他满意地点头 捏了一片光滑的铁片出来 在衣服上擦了擦 递给了面前错愕的少女 你看看 像你这样的脸型 做个激发是会比较好看 刚刚总觉得哪里不太对 刘海太长了 那个女孩错愕地端着铁片 不可置信地看着倒影中的自己 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颤动着 说不出话来 现在 比以前要漂亮一些了 如是 少年郑重地回答着刚刚他的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他忍不住低下头去 感觉到口罩之下的脸颊有些发烫 好了 我也要走了 再见吧 怀师转身 挥手说道 天晚了 听说外面还挺危险的 要早点回家哦 踩走了两步 他听见背后有些紧张的声音 等 等一下 嗯 那个女孩二低着头 手指下意识地搓着衣角 晚上 晚上快到了 如果不嫌弃的话 可以来我家休息吗 对 对了 晚饭你也还没吃吧 怀师愣了一下 听见自己肚子里传来尴尬的声音 想起没有自我介绍 对了 我叫怀师 东下人 请问怎么称呼 麻 麻一 走在前面的女孩二报上自己的名字 您叫我麻一就可以了 好的 怀师走在他后面 跟着他走上了回家的路 出乎预料 地方并不远 走了两百米之后就到了 一座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一户建 有小小的庭院 还有可以停车的地方 只不过没有看到车 应该是开走了吧 蜗居简陋 请您不要在意 有些惭愧地带着怀师走过了 落满灰尘的门口 他推开门 向着里面喊道 奶奶 我回来了 麻一今天回来得好早啊 一个慈祥地声音从厨房里响起来 快步走向了玄关的方向 是一个老妇人 穿着一件灰色的银州本土服装 头发盘起 看上去一丝布苟 可是脸上却长满了皱纹 多得让人有些害怕 看到麻一身旁的怀师 愣了一下 哎呀 还带了客人吗 真罕见啊 是 是罗电机大人的客人 我正好遇到了 救 救 麻一低头 躲闪着老人的眼神 下意识地想要藏起自己的发型 老人似乎明白了什么 眼神在两人之间犹疑 很快 便热情地招呼起怀师来 还愣着干什么 不请客人坐下吗 他弯下腰 给怀师递上了一双拖鞋 请怀师在客厅中间坐下之后 麻一端了茶上来 泡得似乎不是茶叶 但怀师闻起来却带着一阵浓郁的花朵清香 请将这里当作自己家吧 老人热情地说道 在优势的时候 罗电机大人对我们家一直多有照福呢 今天正是能够报偿恩情之万一的时候 请您务必不要推辞 哦哦 好的 他们说的罗电机大人 似乎就是那个弹琵琶的女人吗 怀师隐约反应过来一点 自己好像因为她的原因 被当成贵客了 好哎 不但有地方可以睡 还有免费的晚饭可以吃 他有些迫不及待了 听到怀师肚子里的声音 老人和煦一笑 正好 麻衣的父亲刚刚送了鲜肉回来 可以招待客人 请您稍等 说着 他起身 弯腰走向玄关处放着的那个巨大箱子 伸手 轻描淡写地提着上面的拉扣 走向厨房里 怀师眼珠子都蹬出来了 有一把子利器啊大娘 那么大的箱子 里面起码够装一个人的 随手就提起来了 就在经过的时候 箱子剧烈震动起来 好像有人奋力挣扎那样 砰的一声 一个被困得扎扎实实的人 从里面强行顶开了盖子 挣扎着出来了 被打得好惨的样子啊 鼻青脸肿的 嘴里还塞着一个破毛巾 看上去十足狼狈 那那样子怎么就有点像 袁兆 怀师不可置信地低头 端详着那个少年 怎么是你 他还记得这个比自己小好几岁的小老弟 虽然看上去中二病挺严重 而且动不动就发呆 好像脑子有问题的样子 但毕竟有几分交情在 没想到上次艺术馆一别之后 两人竟然在这种情况下相见 只能说命运真是太他妈奇妙了 呜呜呜呜呜呜呜 眼睛奋力地发出模糊的声音 虽然说不出话 但那意思确实展露无遗 小白脸 还看什么热闹啊 快救我 不然小爷一定要生死了你 哎呀 老人错愕地看着怀师 你们认识吗 是不认识的孩子呢 不知道是谁家养的 怀师冷漠地端起了茶杯 顺带提了一个建议 看上去油炸比较好吃的样子 最好切得细一些 这样比较脆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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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实话 他也不知道老人会不会卖自己面子 听到他这么说 老妇人顿时为难起来 这可是难得的鲜肉呢 虽然您这么说 但 客人上门如果只招待蔡舟的话 不会不像话吗 没关系 我最近吃素 怀师微笑着说 如果不介意的话 我来下厨怎么样 别看这样 我也是一位见习厨模来着 似是不可置信 老人惊愕地看着他 许久 有些犹豫地点头 既然是这样 看在贵客的面子上 老申也不好说什么 老人说 但是下厨的时候 请务必让老申也来帮帮忙吧 袁兆 松了口气 眼泪从脸上速速流下来 已经泣不成声 就在此时 楼上传来沙哑的声音声 隔着厚厚的木板 听不清楚 好像是有人在喊着什么人 老妇人眉头一皱 抬头怒斥道 死老头子闭嘴 家里来客人了 不要丢了平田家的颜面 在楼上的房间里 声音声短暂地停顿了一下 旋即 又发出了浑浊地声音 吃饭 吃饭 看来大家都饿了 怀尸起身 驴起袖子 问道 厨房在哪里 我最近构思了好多新菜 虽然不敢说多好吃 但管饱就对了 老人惊喜地引着怀尸到厨房去了 只有被自己奶奶和自己的客人同时遗忘了的蚂蚁幽怨地坐在原地 委屈地几乎落下泪来 看到旁边依旧被捆着而且还在不断发出模糊声音的圆照 眉头皱起 有些嫌弃 旋即 她弯下腰 认真的问 我漂亮吗